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3年2月14日第786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流标下的香港地产股》 我们在上一集第785集的时候 就说要了解多些领展现在公股的实况 我亦提供了一些讯息给大家 希望大家明白那个日期,尤其是那个随正日是最重要的 因为随正日之后,如果你想买卖公股权的话 其实你们会发觉,你们在银行里面的股票户口 应该会多了一个数目出来 那个数目的公股权就是会用一个number 那么你们可以卖出公股权的 按几个按钮和卖出这个股票 平时的股票应该是差无几的 如果在网上自己做到的,当然自己做了它更好 那么我就继续问一问我朋友 你究竟怎么办? 今天这个领展的股价就继续再跌多一点 其实也不是跌很多 继续保持$54左右 那么我的朋友现在给我昨天的影片 讲一下讲一下之后 他就发觉,要拿钱出来想想都不是那么实际 他说不如收钱好了 所以我相信他现在的倾向 就是倾向把公股权卖出去 如果可以收回多少 例如我之前帮他计算过 幸好分分钟可以收回大概2万多元的话 他就当是bonus 反正他拿着1万股仁不是多 就算被人摊薄了也不是很觉得 但是有其他基金的持份者 他们就不同了 因为他们是持有非常之多的 比如好像贝莱德那样 他持有这个领展高达8.76% 如果今次要他按比例公股的话 他要拿大约16亿5千万出来 16亿5千万呢 说多又不是多 说少又不是少 那么突然间要拿出来的话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嘔嘔嘔嘔的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看这些最主要的股东 他们的意向是怎样 如果他们都说 我们都是不打算公的 因为他给了这么多钱出来 那么他们可能会齐齐把这个公股权的价钱 就是购乱都不出奇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再等一等 看看会不会这个领展的股价 会再跌深一点 不过大家呢 自己对这一间公司 如果有了解的话 自己真的想清楚了 到底是摆钱下去了 还是收钱呢 如果收钱的话 就是要买出这个公股权了 那么大家要自行决定了 今天呢 我们要说的就是 政府呢 就是 又流标了 一些地皮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这些人就说 喂 会不会是和这个国安法有关呢 因为呢 听说地政总署的资料 显示 所以呢 由2020年11月4日开始呢 有很多地皮呢 他们招标的时候呢 都会加入一些条款的 那么这个新的条款呢 就是提及政府保留这个权力 可以呢 因为投资者说其母公司 涉及威胁到国家安全活动 而取消这个资格 那么 取消资格就不是大问题 只不过就是 不知道这个国安法是怎么玩 这个才害怕嘛 因为是你告诉我 我犯了法嘛 那怎么为之叫犯法 怎么为之叫不犯法呢 这一件事真是很难说的 但是我们香港呢 截然这样流标 喂 似乎对香港的势不是那么好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讨论一下他 那么希望呢 大家 现在就可以给个like 作为支持我的频道啦 那么如果你还没订阅 也希望你订阅了他 因为我们香港呢 就是靠地产发达的嘛 那么地产对我们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嘛 那么如果是截然年三 是不断地流标的话 到底这个情况 是会令人担忧啊 还是其实呢 是地产商在那里玩东西呢 因为呢 其实地产商 都是在主宰我们 香港这个地产市里的嘛 虽然政府是供应过地出来的嘛 但是这个地产商呢 他们要建好那些单位才推出来的嘛 其实他也是其中一个供应者嘛 如果他捏住这个供应的话呢 那他就有东西玩了 不过不知道到时会不会激怒阿爷的嘛 所以我们今天呢 又来看看这个情况啦 今天我们的港股呢 已经进入了去第二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啦 其实今天呢 那个恒生指数呢 就不是说那么突出的而已 都是最终呢 是跌了五十点 而且呢 那个成交金额呢 是连一千亿都不够 只有九百七十六亿元而已 那可想而知呢 我们香港呢 现在浮浮沉沉 不知道在等着什么 那我就跟我朋友 讲笑啦 我说 我观看天象呢 就似乎呢 大事不妙 即将有大事发生 那样说 那么他就奇奇了 那我说 那你信不信啦 不信的话 看完这个月份你就知道的啦 那当然我当然跟他讲笑啦 但是 我也说了 二月份呢 不是一个普通的二月份来的 现在呢 有很多东西呢 都会杀到埋身 是很麻烦的 那我们尽管看一看呢 这个二月份里面呢 到底还有多少麻烦呢 会影响这个恒生指数啦 我在早前呢 第七八四十九集的时候呢 就拍了一条片 就是说我们香港的地产商呢 就是本地地产商呢 已经是重夺回香港的地产市道了 原因就是内房股呢 因为他们要还债嘛 那么香港的地产呢 或者这个地皮呢 也都不是便宜的 要不然呢 一买下去的话呢 连同投资建筑费呢 可能是百几二百亿 暂时来说 对很多的内房股来说 都是一种压力来的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来香港捂食 那么就好了 既然不来香港捂食的话 那么香港这个市场 就由我们香港人自己玩回 喂 理论上 应该大家都有饭开才对的 但是偏偏不是的 因为在这个第七八五十四集的时候呢 我也都说了呢 就是我们 咦 为什么我们香港地没有人要的呢 每次拿出来拍卖 就是招标的时候呢 都是流标的多 那么这个流标不是一次 不是两次 是三次四次 那么不断都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的 因为如果楼标得太多的话 证实为什么那些人出标 会出到连政府的人都接受不了 哇 什么搞错啊 低到这样的 那么你可想而知呢 要么就是这些地产商在那儿拨大帽 希望趁现在的市场 乱七八糟的时候呢 他们就开天煞价 就做一个超低价 希望拨到猛 就可以便宜地入货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 似乎他们可能是枯显的 就是说不入标 又怕不好意思 但是入标 其实他们又不想去投资 所以就轻轻地 买一个数据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香港的前途 真的要小心一点 正正因为这个领展 他就公布说要公股集资了 所以市面上 那些人就开始担心 哎 那其他的 不知道地产商怎么样呢 尤其这个摩根士丹利呢 那他就说了新世界发展 17号仔 那他那个剩负债比率 是高达74%的 所以他昨天 不是今天 昨天他的股价 是被人好像洗仓那样 跌了大概是6.7% 那今天就没什么升跌 就OK一点的 不过如果说说这个地产商的话 其实九龙仓这两家上市公司的话 他们都宣布了上年的业绩都不好的了 都是规本收场的了 那换句话来说 有这些不好的事情 占底的话 那我们香港的地产市道 就一般了 但是最近呢 亦都说 开关了喔 那的确是 因为我搭地铁的时候 真的比平时多了很多很多人的了 所以地铁呢 车务那方面的收入就会多些 但是地产市道是否真的这么好呢 现在呢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的现象 一些呢 就说那些小业主已经开始反价了 便宜就不卖出去 另一边呢 地产商呢 就去投地的时候呢 那就流标了 因为呢 出价太过低了 那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我现在都拎了头啊 这一两天 我们香港的地产市道的新闻呢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 港铁拥有的地皮啦 那这个地皮呢 又流标了 这个呢 就是这个叫小豪湾第一期 因为它那里呢 那个地盘呢 都相当之大的 那就会弄很多旗出来的 好了 那么今次第一期呢 其实只有那三份招标书的 那这三份呢 就是来自这个 一个长实集团1113啦 新地16号仔啦 以及呢 已经是没有上市的汇德峰啦 那这三间呢 都是相当之有实力的 那但是呢 最后呢 就是港铁昨天呢 就公布了那个结果啦 那那公司呢 就是港铁啦 那公司呢 决定呢 就不接纳任何一间公司的标书 因为呢 他们出的价钱呢 相信应该是不合理的 那那 再迟一点呢 等气氛好一点的时候呢 就再重新招标那样 那那这一块地皮呢 第一期的小豪湾呢 其实呢 可以提供最多呢 就是1900个单位的 那么 住宅面积呢 可以高达124万多平方尺的 另外还有一个商场仔 大概六万多尺左右啦 总楼面面积呢 就超过131万尺 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呢 已经是已经完成了保地价的了 所以呢 今次如果发展商是入标的话呢 其实他们一次过呢 就要缴付一笔12亿元的费用 那么12亿元的话呢 对这三间大型公司来说呢 我觉得又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问题的 只不过呢 最终的就是要 你要分多少红利 给这个港铁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可能在分那方面呢 可能分得不太好啦 那么你也知道啦 这块地呢 如果你看回这个地图 你看到都好像比较山卡拉一点 对不对 虽然你说 哎不是呀 将来会有个站在那里的嘛 那么将来有个站而已 但是现在这样 风凉水冷 那么想买贵一点 都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嘛 那么其实呢 今次那个地皮一旗画呢 招标的时候 大概呢 估值是这个39亿 或者当是40亿 至到65亿元之间的 那么其实呢 一平方尺的地价呢 大概是三千元至五千元 不过你还要加上建筑费呢 现在建筑费呢 听说越来越贵啊 好像要去到六千元 那就是围买呢 要差不多成本都要一万元一尺 那么要隔多几年 然后再拿出来卖 那么要有一个合理的回报率 是不是要卖到万七元 万八元一尺 才围堵呢 那么如果要围堵的话 而在现在这个时势 再过多几年 香港会变成什么 哇 好难估计啊 其实现在呢 就还有两幅的地皮呢 是陆陆续续拿出来 再做这个招标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图里面 在旺角的 没错了 就在洗衣街 好大块地的 那么这块地呢 是做商用的 那么地点就应该挺漂亮的了 如果起出来的话呢 应该不得了的 那么另一个呢 就是这个荃湾的住宅地了 那么这两幅地呢 听说1月13日开始呢 就公开招标了 那么截标的时候呢 就不同的 分别呢 就是这个 旺角洗衣街那个呢 就会是2月24日呢 才截标 那么另外 荃湾这一幅呢 就其实4日前呢 已经是截标了 那么很快就应该会公布 这个荃湾呢 到底会怎样呢 荃湾听说是挺踊跃的哦 因为呢 入标的财团呢 包括了这个英军集团 一间新加坡的不知名的财团 有祥实 远东发展 顺志 家画国际 佳明集团 新鸿基地产 这些呢 全部都是独资这样去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实力的 那么有那么多人去争的话 那你说了 这一幅荃的地皮会不会流标呢 如果流标的话呢 那就大件事了 不过我呢 反而就在想着 到底这个长实集团呢 会不会有中标呢 因为长实集团呢 今年来呢 我觉得 或者是上年 2002年开始呢 就很积极在香港那里 是不断地买地哦 那么究竟是不是 李嘉诚家族 和这个港府和中国的关系 是不是改善了呢 为什么他们现在又会 那么积极地 不断在香港投地呢 那么这个呢 也都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 是吧 因为开头的时候 经常都觉得 李嘉诚在香港没有人走的了 但是 现在又不是哦 看到他的集团 不断地去投地 而且还投了很多福地哦 那是不是代表 对香港将来的信心 又是很强呢 这一件事呢 我们自己呢 都要慢慢想 人家怎么计算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想继续在香港 我们都要自己慢慢 靠我们自己的知识 去想一想 将来香港的前途 会是如何的 现在我们香港呢 是不断地去流标啦 那么其实呢 我也是那句啦 一路都想不明呢 如果是一次半次就没有相关 那么连续都这么多次的话呢 我觉得呢 是相当之奇怪的 但是呢 我们香港的地产的公司呢 又不是说特别差而已 最近的股价呢 都升得挺帅的 尤其新鸿基地产呢 就升到是破了位的 那么呢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香港的市道 会是这么奇怪的呢 我在想中 会不会是那些地产商呢 想展示他们呢 有控制这个供应的能力呢 因为政府拿些地出来 那么他们可以不要住的嘛 不要住的话 其实那些楼都是他们建的嘛 那他们不要住的话 就是等现在他们的存货呢 去得完才行的 现在他们有很多 都已经建了很多货 那么这些货 如果是去不了 或者靓价去不了的话 那么后面他们再怎么去投地呢 是不是 所以他们宁愿就说 反正快地 如果是楼标的话 不然等一年半载之后 再拿出来卖 那么到时 起码都有个缓冲区呢 那个时间呢 可以退一退 那么他们呢 就可以将那些存货呢 就尽快推销出去 那么拿到钱回来 到时才是投标都未迟啦 反正如果是内地那边的内房股 已经没有来香港捂食的话 那么都是这一批人自己捂食而已 那么如果这样想的话 我又觉得正路的哦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 如果他们觉得是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 那么不是不落标 只不过呢 落标的时候呢 他们是要将那个价钱 尽量感到最低啦 因为这样 价钱越低的话 成本越低 那么他们的风险度才是越低的嘛 那么他们有数为的 自然就会去做啦 还有哦 现在那些地皮呢 就是建造商业大厦嘛 那么你想想 我们香港的商业大厦 其实不少的啊 你看看中环 现在很多的隔级商业大厦呢 都是空置率很高的 我想啊 李泽巨呢 他现在都在头痛呢 他这个长江二号的大厦呢 如果落成了之后呢 要招标的时候呢 就是要招租的时候呢 到底可不可以很顺利的 这样将那些单位租出去 因为呢 因为呢 长江一号呢 听说 有成二十几个%的楼面呢 是空置了的 那里拿来打地气 一年都不见了很多亿的嘛 所以你看到的前度 都是一般好的话 那你又怎样去投标呢 那如果你说 不是呀 现在就有内地的人 下来啦 那是下来 但是下来之后 他们的心态 和在疫情之前 那种的心态 会不会有不同呢 那我们住在香港三年啦 疫情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都改变了很多啦 何况人比 是不是 那这一样东西呢 要想想 读一读才知道的 加上呢 现在有些人说 国安法呢 这个条款加下去的话呢 不知怎样看的 那我觉得 都是的 你说自己不犯法就没所谓啦 最怕他说你犯了法嘛 那是不是真的犯了法 可能都是他说的算嘛 那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们对香港 就是我们香港人 可能对国安法那边 就信心不是很大 也都不知这个国安法是什么 那如果是的话 寧愿呢 是少做少错 那所以他们就不敢去 大大力去投资啦 那或者 我们可以这样说啦 这些纯粹是商业决定啦 是不是呢 哪个买地 都是想最便宜最便宜买回来的啦 那如果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就算啦 那譬如好像 新鸿基 之前呢 投了一块很小块的地 好像叫什么安达神 那些类似的地方 但是呢 之前呢 听说领子买了那块地呢 就被这个新鸿基买的呢 就贵了整倍喔 只是那个地 那个地价 所以呢 我有另一个朋友呢 我今天都问他 喂 你会不会买领子呢 他说 他买的东西这么贵 那我想一下 咦 好像又真的买了东西 因为他在这个启德那边呢 又有一个地盘喔 那会不会真的买了东西呢 因为现在呢 听说地价呢 都开始呢 是慢慢向下跌的 那如果情况再是这样的话呢 那就真的比较麻烦一点啦 那 我最后都是那句啦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的啦 就是如果这些香港的地产商呢 不断地去玩东西的话呢 喂 一次两次三次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呢 你是想做些什么的 尤其如果那些玩东西的那些呢 下标的时候 整个价钱呢 是低得离了的那些呢 虽然这个标书里面的金颜 是未必公开 但是 香港政府 他们自己看到的嘛 如果你玩东西的话 那你死定啦 是不是呢 所以呢 我都怕迟早阿爷呢 真的会来整顿一下 这些香港的地产商 那就没什么的 可能叫他们说 喂 劳力点去投标啦 是不是 香港前度那么好 你们不是不投标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到时呢 更加为难的啦 那我们香港现在的市道呢 就一般啦 慢慢叫做好一些 但是呢 都是叫一般的 所以呢 在投资方面呢 我都是奉劝大家呢 继续小心再小心 尤其如果看到这些公司 伸手再问股东拿钱 就好像这个领会那样的话呢 都是小心点啦 如果前途你觉得好的 那你不妨落答 我就不反对的 但是如果你前景看得不是那么好的 都是那句 少做少错 那就最好了 好 今集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呢 花时间看我这条片啦 多谢各位 最近的疫情呢 亦都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啦 所以今天呢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就是说着两者医药股的 一只就是辉瑞啦 一只就是蒙德纳 辉瑞呢 是一家八年老字号啦 而蒙德纳呢 就是一家新进的药剂公司来的 不过呢 这两家公司 都是靠着这一两年来 所研发出来的疫苗呢 就赚到盘满盘满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进来这条link 看一看这个故事 看看有没有机会呢 可以有时间投资在他们身上 希望你们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如果见到前后左右附近 有些广告的话呢 麻烦你帮我按一按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 跟近期待